好 现在台湾疫情想要获得控制 就是得靠疫苗了 国产疫苗联雅 昨天公布了二期临床期中报告 报告里面中和性抗体的效价数值是102.3 那所谓的中和性抗体 也就是打到人的身体里面之后 可以真正降低病毒感染率的抗体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高端 它的数字是600多 AZ疫苗也有600多 那莫德纳还有2000 所以相较来看的话 刚刚我们提到联雅只有100多 是稍微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有专家说了 看到这联雅中和抗体效价 这样的数值确实是有一点点担心 而联雅预计在6月底会送件食药署 争取拿到紧急使用授权 但食药署说他目前都还没有收到文解 国产的联雅生计 公布新冠疫苗UB6122期临床期中报告 强调对现在难缠的Delta 印度变异株也具有保护力 UB612又导出的中和性抗体 对印度Delta株的效价仍保持同一个水平 所以UB612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反应 可应对现有广泛广播 传播的这个印度Delta突变株 所谓的中和抗体效价 就是疫苗打进人体后 能真正具有降低病毒感染率的抗体 对于变种病毒保护力要好 疫苗的中和抗体效价就要比较高 联雅的数值是102.3 高端有662AZ也是有600多 莫德纳辉瑞如果以中研院的标准 换算更高有2000多 所以看起来联雅中和抗体效价比较低 本来的保护力比较高的 对变种病毒株的保护力也会比较高 英国当然是用BNT跟AZ 那他们发现说 其实对比较英国变种株 跟印度变种株来讲 下降效率其实是有限的 从93%左右变成88 那一个是从66变成60 意思就是说还是有保护力 那联雅也看到一样的现象 比如说他们是102好了 那对Delta可能就是90 可是问题是不管一百或九十都是低的 中和抗体效价低保护力到底多少 专家认为要看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而联雅的二期试验解盲 十一月下旬才能公布 但是联雅六月底会送件给食药署审查 争取拿到紧急使用授权EUA 力拼七月就能开打 联雅也加速推动在印度 一万一千人的三期临床试验 最后的结果才能一针见血也见真章 华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